白马李希侯是巧玉怪侠 他要见不到大人 他还觉得呀 这事情挺离奇的 怎么 究竟这汉包是什么人 等见彭宫跟他这么一说 原来是位恩人 我不应该跟你这样 你不是在偷我那根上教的绳子 那是在救我 李希侯一看就别瞒着了 就跟大人说了 哎我见不到人了 我就急了 这怎么怎么怎么回事 还有 彭宫这么一听 把眉头一皱 怎么 新一师你怎么能这样 怎么走南创北这么多年了 怎么能这么想不开 别说我被救了 就是没被人家救了 你也不应该寻此断见 更不应该提着刀 捉拿这位怪侠客 哎 李希侯一想您 您能不知道吗 怎么 那是药犯呢 哎呀 彭宫笑了 西装师哪里知道 怎么 说不定此人有救驾之功了 皇帝很想要见一见他 这事情啊 神力老王爷已经悄悄的对我吩咐过了 哎咱不能说捉他 得说请他 能把这位怪侠请到了京师 那我们就 我们就立了一大功啊 行了行了 先别说这些了 那个大人 您那金牌呢 金牌不知道 怎么 这也没法问 你说 怪侠把他给救了 回头回过头来 您等着 我的金牌您看见了没有 这干什么呀 这叫 我不好意思问 这个事情只有 问立法真人 好 那当时就声唱 大人当时声唱 把马杜元给压上 这家伙哥 洋洋不彩 一问三不知 我是一个教主三街外 不在五行中 扫地都怕伤 柔一命的人 我连蚂蚁都不愿意踩死 我怎么能伤天害你 怎么能说 西家的移民百姓 骗去 钱财 我做了多少妇女 正军何在 敢这么抢嘴 拉下去 重则二十 二十大板 拜承一问 还是这话 斩嘴 二十嘴巴 打断了 还这个 这家伙 贼嘴刁迷 这还了得 怎么敢藐视 爷家的王法 上加棍 加棍可了不起 什么男犯怕加棍 哎 女犯怕得手捡 那食指连心 把一张手捡 那就得招供 加棍也厉害 三根无情棒 那夹住两个怀 两个腿的怀肚 啪这么一下 也不着那是两边 这么一谨刑法 嘎巴一下 能把怀肚 给加碎了 你就残废了 就加棍的太阳 给马团上上 上上加棍 咔 没怎么样 哎 坦言无事 这个家伙厉害 你什么功夫这 再用 再用声 已经紧到百分之百了 再要紧 那加棍恐怕就要折了 就再站持 把掌刑的吓坏了 回禀大人 不能继续用刑 盘工这么一听 是服饭而起 为什么 怎么不能再用刑 禀大人 这就是道人 他睡着了 旁边的三班 撞完造完快完 三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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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一听 轰 好多人 愣 气弹 咖 怕胡赶 这么一拍 这还了得 谁这么大胆 在咆哮工厂 这府里是怎么能这样 现在预设了这个强照 他居然不惧刑法 不说想想为什么 怎么还笑了 极有此理 把这压下去 把立法真人给压下去 盘工退了堂 回到书房脱去观音 把茶漆上 李其红张月宗 往两边这一站 这怎么回事 怎么 难道这妖道 有什么妖法不成啊 不是 张月宗摇里摇头 他看了看 李其红 李其也点了点头 那意思有话你就说 张月宗这个人很规矩 有这个白马李其红在 自己不能啊 去强化 而既是这样 以这个下意我来看 迟到 有硬弓 还腿上有功 这加工根本 不大回事 那怎么办呢 白马李其红想着想 但 我有一计如此 这般明看 行不行 可以 彭如一听啊 是个好计策 你不妨试一试 晚上二斤已过 白马李其后 带着两个人 牙医 提着饭盒 悄悄着 就奔着监牢来 来监牢 把勘劳人给打死走 然后把韭菜摆下 把提饭盒的人也给打死走 李其红往这一坐 看了看立法阵 马当元这么一瞅 当时白脸 扭过去 马道长 不必如此啊 告诉你 我白马李其红出身在江湖 我还没忘了江湖上的各路好汉 以及所有的冰冻 别看我 保着大人 我是人在曹营 信在海 告诉你吧 我很敬重你 今天我才冒真大的风险 花了好多银粮 打电了这些手下人 我撑了地一千来 看望你 如果你说我空口无名 我可以对天发誓啊 此 马道元哪 点了点头 白马李就红出过来 把这礼法之人给掺起来 扶到座位上 亲自给他满了一杯酒 先把这杯酒喝下去 礼法之人这么一看 弃义是 你当真能够助我一臂之力 当然 别的本领我没有 放个个本人还行 追问起来 我也能常赛过去 先把他喝 桌子里就刷 摇脸 先下去一杯了 可真痛快 礼法之人 也不就为端情 谢过气装饰 可要放你的话 你可不能再回庙了 因为什么 你这个庙啊 官府住生意了 哎 我回去干什么呀 其壮事 实不相瞒 我在那庙里的 不过是耳目而已 哦 这是谁的耳目呢 立法之人一漏 他打瞪着两个眼睛 瞅着白马里就好 以后一下坏了 怎么 我盯着太紧了 他再有点生疑了 现在他别转题 一转题还更麻烦 是啊 你不是说这耳目吗 哪儿的耳目 紫金山的耳目 确切点说 那是金池大鹏 周敬隆的耳目 我知道 我瞒你说 你被语尽妙 一见面 我就认出你 我正在想办法动手 不知为什么 你们就 突然间你就提着刀 我从屋里出来 当时算把我惊走了 我回背了一下 没想到倒霉 怕是这穿铁袄的了 这家伙 我一不知道他的体系 二不到他的明星 什么也不知道 急糊涂着什么 我给捉住 可真奇怪 哦 好了好了 白马里就和医生明白 今儿晚上没白来 那么请问 拿到他 我也把你放了 你不回庙 只有回紫金山 哎呀 我哪能回紫金山 怎么那不给 给周王爷闯扶我吗 周王爷啊 自立南洋王 金池大鹏 车气造反了吗 我们现在这些人 都是他驾驾之臣了 我只好到太岁庄 先隐蔽一时 听这地方 也听这地名 太岁庄 哦 那你去偷奔谁呀 你还不如啊 现在这一中 委屈几日呢 哎呀呀 去撞去 怎么 我这 我在这儿啊 多待一会儿 简直蹊跷生烟了 哎 鸟入烦龙了 我必须得从这儿逃出去 现在如果是 太岁庄 知道我在这儿 他肯定派人来救我呀 那庄主五连 是个了不起的英雄 他是 索亲王的人 五十三兄弟 五十三兄弟不是一母所生 是亲叔白兄弟 哎 那并谢债武丰 还有这位 恶太岁五连 还有一位 姓吴明辉 这位呀 感情就是 开丰服的 知乎 这连蓬孔都不知道 可是这话都到了嘴边了 立法真人一想 我要干什么呀 咱们李其侯确实够义气 今儿晚上提酒菜 冒风险前来看吗 哎 够说了 可有一样 人心各对呀 谁知道你怎么回事 我说这可以了 不能往下再说 李其侯一想 我也把话插一插 哎呀 八道长 好厉害 怎么 居然是 长嘴 跟没打药 打板子 若无其事 上家棍 您会睡着了 我打心里望外 心配道长 就把人员摇了摇头 喝足话吃 那不过是我金刚腿之功 三根木棒算得了什么呀 就三根铁吧 这能奈我何 不是这么回事儿 我再问您一件事情 什么事儿 这彭公此次出京城啊 深圳带着一面重要的东西 道长你知道不了 我听说了 圣上次一面金牌 对 你可曾看见 哎呀 事不相迈 我没有打草惊蛇 没惊动你去壮士 和这位彭大人 我就为这面金牌 可惜 我没看见 呦 他哪里其后听得到心里咯噔去呢 听说 灌霞光救了大人也没听这金牌的 啊 这庙主也不知道是金牌的下 那么说明 暗中还有人呢 这 连他都不知道 这是窝主啊 别再往下奔 可以了 我的道长 时间太久了 可不好啊 您现在这 自贞自饮的 我可以打人每天 给您送来酒餐 别的我办不到 我一个是想办法把你放出 再有一个 刚才你不说了吗 蔡水庄要知道你的消息 一定派人来救你 那不要紧 我呀 可以去 听风报信 在底期后还真会作息 他把这立法之人给蒙了瓷似的 然后得悄悄走 退出来之后告诉老族 可不要难为他 一定啊 要对他客客气息 他吃什么喝什么要什么就给他了 如果他问你什么你就说 弃意识有分 这事情已经禀报了大人 你没有责任 御族是谨记在心的 您就放心吧 齐老爷 我一定好好捆带这位道长 你可别把他全放开 怎么金刚腿的功夫夹棍他都不怕 你要是把他的料要给挑喽 手铐也去喽 那他说不定 他抓了一下 要不这一话他走了 那咱们可就 都有责任了 李继侯啊 这晚上没白折腾 第二天 觉都没睡 吃过早饭 跑来见大人 这就把这个用计的经过说了 还真不错 我还居然把这马道员给蒙了 他还真盼着我呀 救他 给他送信 原来如此啊 大人一想 我得问问这位府太 赶快把这知府请问 知府一见大事相当客气 哎呀 马上上前十里 彭姑伸手相差 然后吩咐让李继侯下去休息 自己单独 和这武的人聊一聊 就聊起在地面这些事 看来呀 这武的人还真是痛心忌愁 怎么 圣上无比英明 把您派来了 是巡视河南 查办自今上 也只有您 能做得到 我呢 虽然有人力量 但是我是一个四品小小的知府 据我所知 这次金山曾经 去过多少次 冠病 不是大败而回啊 就是一个个累的 疲惫不堪 爬山越岭啊 吃的也没有了 喝的也没有了 最后全回的 根本搅不了这些 哦 哦 那么请问福台 在你们这所近 可有一座太岁庄啊 嗯 我的人危言一愣 这知府瞅了瞅瞳公 这下官可不知道 怎么我到任了一年多 我也曾经温福私访过 没听说过 有这么一座太岁庄 彭公瞅了他一眼 心里说好厉害 这时候彭公就明白 怪不得紫金山不能抄脚 怪不得金匹大鹏 敢在这儿自立南洋廊 官服已经全买通了 何止是买通 彭公也不知道 这位就是所王府的人呢 他真不知道 所以问了一些 简单说了说 看这样的这个表情 是相当诚恳 哎 有什么说什么 实际呢 不是这么回事 这说让他走了 吴的人挺高兴 下官随时听同调遣 您有什么事 可以随时来问 我知道什么 向您立刻禀报 我会走 大人分手 大力求张队总赶快叫来 叫你这俩人干什么 行啊 现在文武官员都不能惊重 这开封府哪儿也动不着 看来不是当年包恩正在这儿 到处南亚的时候了 现在怎么办 请你们二位 收拾收拾 随我是私王 太碎桌 老后 小语 或者算 老后 你 来 老后 你 是